大家好 我是飞小鱼 跟韦医师真的是很 一聊就欲罢不能 然后大家还是怎么聊都还是觉得怎么有趣 那刚刚她有聊到一个说 其实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然后看到那个背影 我们都笑声说是兔子 看到兔子其实就是自己的老师 然后你说其实跑步 这听起来好像是韦医师把跑步的这个精神 跟竞赛场所 我们在马拉松也好在三铁赛当中 你说其实尤其是跑马中间的过程 他跟你在职场上面一样有很多的关系 其实好像是不一定是非得要你死我活 那我不晓得说韦医师你在跑步当中 跟你工作中间 你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连结 是这个跑步 很重要就是说 你跑这个的时候 你不是去争取什么奖金什么的 你又不是选手 所以这跑步对你来当时意义在哪里 所以一定是对你的生活 对你的工作有帮助 那我们任何的工作都很忙 压力很大 那你工作要有效力 体能一定要很好 那怎么样说 你会觉得说工作是种愉快的呢 工作愉不愉快 因素很多 那索性来讲说 我想跑个马拉松你要花多少小时 四个小时 至少四五小时 对 那一个早上工作要几个小时 也四个小时 像我看个诊 早上一个诊都三四个小时 我跑一个马拉松跑四个小时 然后比较累 还是回到工作场所 坐在那边看病比较累 所以你刚刚说你访问我两个小时 我说这个跟马拉松比 怎么比 对 所以你跑完一个马拉松四个小时之后 再回到公共场所的时候 发现看个病四个小时 那挺轻松嘛 除非说专业上的困难之外 其实很轻松又 反而说工作反而是一种休闲 工作已经不是工作了 反正因为假日的时候 就算不参加马拉松赛 我们一邀和去练习 基本消费都得二十公里以上 二三十公里的 所以假日反而比上班还累 所以相对的 你家常常说 哎呀礼拜一的正后期 礼拜一又很累啊 什么的 很多人都会这样 因为工作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 你是静态的嘛 不是看电视上网 玩耍啦 休息啊 休息根本没有动嘛 根本没有动 就看电视开一整天的 那一旦上班的时候 当然就累了 当然不想上班 所以我不知道 很多朋友都认为 很期望赶快上班 因为礼拜一上班 但是我休息的时候啊 我脚是休息耶 其实陶友 我一直说对了 陶友在六日都很疯狂了 很疯狂累得要死耶 反而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是很轻松耶 所以说 上班反而是另外一种休闲 所以这个时候工作 这本身就不是压力很大的 是我们期待要工作的 所以工作来讲是 我们工作来讲 像比如说我 如果早上看门诊 到十二点钟 到十二点钟要那个 要那个一般的厅子挂号了嘛 只要我在 继续挂 因为到最后时候 看不累啊 看不累 看不累 看不累呢 还有我们还不只看诊 上午下午看 还有就值班 值班24小时 好再讲 我们像铁人三项 铁人三项是 铁人三项113公里 所以的超超铁 超铁大概我们就花个 我第一次 我参加过9次的超铁 113公里的 113公里 那大概是9点下海 大概要 要搞到那个 要游泳2公里 游泳之后 骑单车90公里 然后再跑21公里 大概都到下午4点半 5点钟才回来 就一整天上班时间 真的是 朝九晚五了 朝九晚五 中午啊 还在太阳底下 边骑单车边吃东西 你说这个累 还是上班比较累 上班轻松啊 你如果敢跟我讲说 你上班比较累的话 那就来参加这个 你可以 你可以天天上班 你不可能天天跑马拉松 所以说上班是另外一种轻松嘛 所以上班你就不会抱怨 所以有没有上班说 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你来参加一个马拉松 常常参加马拉松 参加铁人山巷 工作是让你休息的时候 你渴望上班 所以这个是跑步 带给你的意外的一些工作的 那个哲学 对 不只哲学 要实质的帮助 那比如说很多工作 你都不会去拒绝 那些所谓的 本来你认为是压力的事情 反正不是压力 那现在碰到的 工作是专业上的问题 专业上要专业来解决 专业的就不断的在职进修 所以以前我们讲说要说克服压力 解除压力 我最近提到说压力不要克服 不要解除 要以压力共舞 压力本身是帮助你的 我在几个例子 压力包括大环境的压力 包括人际的压力 包括很多的压力 我先讲大环境压力 台湾 你知道台湾有两个宝 我听过一个台大一个生物学系的教授 他说台湾有两个宝 你猜哪个宝 哪两个宝 人吗 你猜 台湾我讲答案 台湾两个宝是地震跟台风 地震跟台风 台湾如果没有地震的话 如果没有地震就没有台湾 台湾是三大板块挤压 到现在还在挤压 所以台湾因为有地震 造成了高山峡谷 假如说最高的山 玉山 有那个泰鲁阁 各种美景 然后还有 这种美景不算哦 你还有台风 为什么台风会大量 带来大量 土石流啊 大量 太多的 大量的雨量 雨水 这雨水会充沛我们多元化的生物 所以这个台湾是两个宝 台湾没有地震台风 怎么可以呢 唯一是你真的很正向思考 这事实 假如没有 今天我们野气山里没有台风好了 马上缺水 对不对 马上缺水 然后因为有台风 有台风之后 我们高山上的树 为了要生存之后 它就往下扎根 更保护这个山 然后呢 树越长越大 就生木 这不是 完全不是这边 这完全是事实的 这是事实的 可是我们有时候 常常只看到的是 它带来的灾害 那结局啦 我们如果去面对这两个 所谓的带灾害 是因为有人才有灾害 所以我们要做最好的防台措施 断层带上不能盖房子 做加强的防震的效果 是我们面对它 同样的我们很多的 工作压力什么的 专专业上困难 就是终身的学习 不断的进修 像我们医师 不断的去 还要开会 还要去进修的 那各行各业都要 不断的去进修 那接下来呢 还要有充沛的体力 你有充沛体力的时候 任何工作 你都会去面对它 虽然未必说 你能够百分之百解决它 但是你不会逃避 所以维医师 我记得你是说 你这样子强调说 人生过了40以后 其实应该不要 工作不是全部 然后你应该开始 要投资自己 那我觉得你做了一个 最大的投资 就是你投资自己的健康 其实投资健康 跟投资工作一样的 一般人认为说 我工作很忙 所以没有时间运动 对不对 那我现在反过来问说 你现在觉得说 人生什么最重要 很多人都认为 运动最重要 对 就算运动不是第一 也是前三年 但是每个人都挂在嘴巴上讲 好 那叫做 你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 请问你工作 花了40个小时 睡觉睡到三分之一了 好 五十五六十个小时了 OK 那还有很多的时间 你放在几个小时 用了几个小时 放在运动上面 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对 好 那因为什么 因为你不把它认为说 运动是很重要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认为说 我不是投资健康 投资我的工作 把运动 当等同工作 这个观念很特别 那是 your duty 那不是休闲 不是可有可无 我一天工作九个小时 有一个小时是运动 这样就好了 如果说你说 你说你真的工作 老板交代你事情 你会说你没有时间吗 你不可能说没有时间啊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你如果说那运动 如果说是你工作的话 那你就是 那是你 on schedule的 那是你工作啊 所以怎么说是 你可以当休闲呢 对啊 我意思你这个观念 我觉得是蛮颠覆的 然后今天也让我得了一个很 非常大的一个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把跑步融入生活 但是大家都在挂在嘴上 我一直挂在嘴上说 跑步要融入生活 然后你周遭也很多人都讲说 运动很重要 但是我们都只有讲啊 我们没有去例行它 那你就把他列入到工作 对 应该把他变成说 你每天要必做的工作 这样子 那是 your duty 对 所以为什么你的 你是开休旅车是不是 换了 所以你的车上 什么东西都有吗 除了脚踏车没有之外 游泳装备 跑步的话 通通都有 那你是随时随地都可以 都可以 进入这个 运动的状态 如果说在那个下班 开车经过了海边 我都可以在车上 那男生比较方便 一换我就可以跑 跑沙滩了 所以有篇文章 跑到沙滩上 跑跑的时候 也有些人生的感想 很有趣 所以其实你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你现在这样子 从四十岁以后 你决定投资自己 然后投资自己这十年 那现在你的人生 你已经到了 四十而 五十之天命 那之天命之后的你 你现在是 又用不同的心态 来面对你的运动人生吗 其实我们在讲跑步人生 其实也就是一种运动人生 你刚才讲到 是孔子讲的 四十不获五十之天命 孔子说三十而立 四十不获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顺 七十重新所一步预计 那其实孔子只讲三十到七十岁了 前面三十 后面三十都没有提到 那我这几年 我把我发扬孔子的精神 从零岁到一百岁 你都做了 十岁 看智力 看IQ 看智力 智力 看聪不聪明 二十看学力 三十看能力 四十看精力 五十看财力 六十看体力 七十看魅力 八十看病力 九十病力 九十看皇力 一百有胜利 一百有胜利 这样每一个十正负五 你十岁看智力 就五岁到十五岁了 大概就不会问你说 你读哪个学校 问你说你聪不聪明 上什么财艺班 15到25岁就问高中大学 读哪个学校 25到30岁 毕业啦 工作啦 但问你工作能力怎么样 看能力 那三十五开始你要财务规划 三十到四十岁 四十五岁呢 看你做过什么工作啊 我想我刚刚问你 到哪里工作过 看精力 到五十岁呢 平常三四十岁的话 体力你的运动怎么样 你平常没有规律运动 看五十岁看体力 对不起 五十岁看财力 财务规划 看五十岁看有没有财力 财力未必大富大贵 至少你不要卡在一堆 就是要有顺顺的这样子 然后六十岁呢 你如果四十岁没有运动的话 六十岁就没有体力 看体力 像黄振德先生 六十岁体力很好啊 很多东方人 就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都一直拼命的工作 拼命的工作 拼命的工作 说我退休后才要去哪里 没体力了 对没有体力了 六十岁看体力 其实呢 七十岁的时候 孔子说重心所欲不预计 就是有魅力 有魅力要有两个条件 要有财力有体力 这两个缺一不可 你没有财力 没有体力的话 哪有魅力 天天我在医院里面 看到很多七十几岁的 在病床上 三管齐下 什么三管呢 胃管细管加尿管 叫三管齐下 那有七十几岁的 他参加三帖啊 帖的三项啊 三帖再生 所以说你七十岁 你要三帖再生 还是三管齐下 那由你选择啦 那八十岁总会生病 病例薄一点 九十岁人生总要到了黄昏了 就是看皇帝 看皇帝啊 什么看啊 你要立德立功立严 做一些回忆录 留给后世 有效法的对象 立德立功立严 三不朽 到一百岁总会死掉嘛 死掉不要当孤魂野鬼 要有神力 然后让人家崇拜了一个神 这个太有趣了 这个伪实力 这是你自创的伪实力 我自创伪实力啊 对你讲到伪实力 我就还是很好奇 我那天要敲那个 伪议师的通告的时候 我跟我们小军妹妹说 啊我们那个来宾叫伪海浪 他以为这是你的艺名 你这名字取的也是很有趣啊 海浪 我爸取的 我说我取的 我爸给我的名字 一折一息折一忧 太好记了 所以其实你看 你就像海浪一样 然后就这样子 其实风起云涌啊 然后你整个就是 也过得很精彩这样 没有到 就是说孔姐说啊 人生事实不惑嘛 不要再缴货了 所以人事实的时候 人生规划到五十之天命了 所以四十岁 然后包括你的经历 包括你的财务规划 健康规划 都要及早做准备 四十岁开始老化了 一定开始老化 不可避免老化 如果你不投资健康 那你再流失你的健康 你会跟那个银行借款 那你有觉得 你现在体力比之前好吗 整个精神状态什么都比之前好 这个是主观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用数字来看 我们体检 我们很多说 我们到医院体检 那我们的肝功能指数 这个什么指数一堆的 对不起 那是静态体检 健康体检要分两项 一个是静态体检 你还要一个动态体检 我们很多认为说 我体检过我都没有问题 那只是代表你没病 还不代表你健康 那世界卫生组织在21世纪 有特别强调的 叫健康促进 你虽然没有病 还不及格 你要健康促进 健康促进代表什么 动态的 比如说你都 我们大家 大家检查都是正常的 那我们好 检查正常 跑5000公斤 一跑下来就能挂掉了 那动态体检有问题 所以你自己要设定一个动态体检 而且居然量化 马拉松是最好的量化 尤其像我们的马拉松普查 你的每次的马拉松 42.195公里 然后呢 你多少成绩 然后今年有没有 比青年成绩如何 那如果你还能跑完 那你也算退步了 我们以前讲说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可是运动不一样 运动呢 只要你退步也算进步 那如果假设你进步呢 就双重进步 我们韦医师实在是 给了我们最后 我觉得这个最后 这个ending再讲得太好了 我帮忙稍微归纳一下 就是说 第一个要有一个动态的体检 我觉得这个很棒 然后跑马拉松是最棒的一个动态体检方式 还有 我本来通常都会问来宾说 你接下来的人生 或是跑步之余 你有什么 我替韦医师做这个结论 原来 他是希望到70岁 还是很有魅力 所以前面就是要累积这个财力啊 还有体力加起来 才等于魅力 70岁还不够 我的目标 你讲什么目标来讲 我跟很多人讲说 我目标是100岁还能跑马拉松 好棒好棒 然后跑马拉松 100岁的时候 跑马拉松死在马拉松场上 我们今天才聊得太愉快了 然后韦医师呢 这两个小时还是一游未尽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在这边 跟我们来宾说再见了 好各位朋友们 马拉松上见 马拉松上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